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梦工厂的功夫熊猫三可谓是势在必得 有了前两部电影的沉淀 萌萌的阿宝又要怂恿你去电影院花钱了 好莱坞的动画电影不少人都喜欢看 但是恐怕很少人知道动画特效公司活得都很艰难 包括功夫熊猫背后的梦工厂 今天的文化媒体人频道我们就来探一探这些动画和特效公司的究竟 好莱坞的这些公司难到了什么境地呢 我们先来说说以制作特效著称的这三家公司 1992年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牵头成立了特效工作室 数字王国工作室 公司成立后为一百多部电影制作的特效 包括泰坦尼克号 第五元素 返老还童 加勒比海盗 变形金刚等等 一度成长为好莱坞第二大的动画特效公司 但好景不长 2012年数字王国欠债三千五百万美元 宣告破产 最终把股权拍卖给了中国和印度两家公司 同样以3D动画特效享誉好莱坞的 PDI太平洋工作室成立于1980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段剑 蝙蝠侠与罗宾 终结者2等商业大片 PDI工作室都有参与 随后制作出了怪物史莱克 和马达加斯加的企鹅 进入新世纪 PDI工作室也难逃被收购的命运 东家是梦工厂 到了2015年 PDI工作室终于走到了尽头 被梦工厂直接解散了 第三家是节奏特效工作室 它在1987年成立 鼎盛时期在台湾 梦买 温哥华和新加坡都成立了分公司 少年派的习惯漂流 饥饿游戏 X战警 哈利波特和指环王 为节奏特效捧回来了奥斯卡特效奖 但是成绩越光辉 下场好像就越凄惨 2013年2月 节奏特效公司宣布了破产的消息 解雇了200多位顶尖的特效动画师 我们看这些经典好莱坞的电影的时候 大概不会想到 制作特效的公司 大都破产倒闭了 那么更著名的三大动画工作室 处境怎么样呢 不妨来听听今天的充电贴士 充电贴士 梦工厂动画工作室 获得过三个奥斯卡最佳动画奖 和22个爱美奖 代表作品有迅龙记和功夫熊猫 06年开始 梦工厂所有动画电影的发行工作 被拍拉蒙包办 随后又转让给了迪士尼 2014年 梦工厂动画产生了财政危机 试图以34亿美元的价格 卖给软银 不过没有成功 前不久 梦工厂动画还把总部所有的地产卖了出去 以缓解破产的压力 以ZG技术处称的蓝天工作室 成立于1987年 搏击俱乐部 异形 彗星撞地球 刀锋战士 X档案等电影 都有蓝天工作室的参与 97年 蓝天工作室被20世纪福克斯手勾 开始进行原创制作 兔子邦尼冰河世纪 里约大冒险 开创了动画电影新的风格 不过 蓝天工作室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2013年创始人克里斯韦基离开了蓝天工作室 20世纪福克斯也曾一度想把这间工作室给卖掉 听完上面这些例子 似乎动画工作室在巅峰之后 不外乎三个下场 破产 倒闭 或者是被收购 似乎只有像工业光模和皮克斯这样 做到全球第一 才能摆脱麻烦 整个行业也只有这两家公司 还算活得不错 但是特效第一的工业光模 动画第一的皮克斯 现在仍然紧紧抱着迪士尼老爸的大腿 靠自己 似乎没有靠谱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这些工作室都如此优秀 还是不能生存下去呢 原因有三点 首先是传统工作室的商业模式很难持续下来 动画当然是创意产业 但做动画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技术活 和制造业的工厂很像 动画项目也需要工人操作每一帧动画 工作室大了也需要排期 不然负荷不起那么多员工 工业光模从1975年起就没有停止过接单 这也是它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国际化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从加拿大的税务福利到亚洲国家的动画补贴 催生了一大批工作室 韩国中国印度的廉价制作劳动力是重要的竞争优势 全世界的动画和特效公司都在不惜代价 争抢好莱坞的大电影的单 对于好莱坞的六大电影集团来说 特效和动画制作是一个可以外包替代的环节 他们只要把重点放在IP开发 营销和策划上似乎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也不必太够担心 动画特效工作室虽然并不会普遍长寿 但并不缺少有才华的人加入其中 我们就来听听超凡蜘蛛侠的特效师 詹姆斯·阿姆斯特朗怎样评价自己的工作 对于我来说 这只是讲故事和动作方式的转变 我很享受集中的乐趣也很自豪 我很享受那种感觉 人们看到这个会说 哇 我还想再看一次 你是怎么做到的 类似这样的感觉 这非常好 这个行业技术会转变 变化很多 但无论怎么样 这个行道里的人 还是会对自己所做的这一行感到骄傲 蜘蛛侠这个电影里 有很多空中飘移的动作 所以我们花了大量时间 来研究人物在空中的方向转变 有很多事要明白 当然最后完成的时候感觉超棒 我们做的蜘蛛侠能够飘移了 没错 逼真的动画特效需要越来越好的创意来实现 这个领域正是有这些人的存在 才不断取得进步 但把这些创意作为一个整体 进行商业化的实现并不简单 动画工作室进入生产模式后 需要像工厂排期一样 一直不间断的接单才能生存下去 那自己做原创是不是就能摆脱这个模式呢 日本最著名的动画公司吉普利工作室 是典型的一家坚持原创的公司 由宫崎骏 林木敏夫等人创立于1985年 制作出了千语千询 天空之城 龙猫等家喻户晓的作品 这家工作室如此优秀 情况应该很好 但宫崎骏自己说过一句话 工作室的每一个人都是在和未来赌博 因为任何一个电影的失利 都会导致工作室倒闭 吉普利工作室坚持了29年 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好莱坞有一句话说 只要赢一个奥斯卡 这辈子就不用愁了 但是我们前面提到了 节奏特效工作室 1992年因为小猪进城 拿到了奥斯卡特效奖 仍然逃不了破产的命运 讽刺的是 在节奏特效宣布破产一周后 少年派又给他带来 新的一座奥斯卡特效奖 如果不是商业模式的本身存在曲线的话 节奏特效工作室的运气 恐怕不会这么差 充电时间 今日关键词 功夫熊猫 现在功夫熊猫正在影院上映 严格意义上讲 这是第一部中美合拍的动画电影 梦工厂对于这部电影 自然是给予了很大的厚望 因为他们现在的处境并不好 都已经卖房子了 那么这部功夫熊猫三 能不能改善一下梦工厂动画的处境呢 今天您在充电时间的 微信公众账号中回复 功夫熊猫四个字 就能够看到我们准备的一篇相关文章了 本期节目观点来自于微信公众号 草点娱乐作者 程振 在此感谢草点娱乐对充电时间的公开授权 本期节目由库里企划制作 Loud News 老鹏监制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在交战之前 在所有平台加起来充电时间系列节目已经有20多万的稳定听众 我们采访过其中许多 问他们为什么会订阅收听充电时间呢 其中最多的回答是说 像小松奇谈 百家讲坛 还有动物相对论 逻辑思维 这些大V的节目听完之后 还有时间 然后一不小心就找到了充电时间的这个节目 觉得挺对胃口的就坚持订阅了 后来有一部分人还发现 这样的节目可能比视频转成音频的节目 更适合在开车 坐车 健身 跑步 做家务的时间来收听 所以一不小心就成了粉丝 听到这样的回答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我们有两个制作节目的秘密手法 而大家这样的回答就证明 我们的秘密手法是有效的 有什么事情比证明自己是对的 更让人开心的呢 后来我们又问 那么你们为什么会愿意花钱 加入我们充电时间的会员社群呢 这个时候的回答就更加丰富了 有人觉得充电时间节目不错 但是这帮家伙没有收益 可能会存在不下去 所以呢 想打赏我们 还有人呢 是为了参加充电学院的线上课程 看看老鹏到底能提供多少有用的高效的商科知识 还有人是想认识几个跟自己一样的朋友 找找这个世界里面的同类 同类这个词就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对呀 手机上有那么多的内容可以用来打发时间 大家可以玩游戏 可以用视角软件 可以看视频节目 但是我们这些人却无聊到要靠听充电时间来消磨时光 那些在车上开车的时间 在做家务的时间 在健身的时间 大脑是空闲的 身体是在运动着的 所以呢 只能听 而听的时间呢 我们没有听歌 没有听段子 没有听音乐 而是用来听充电时间这样的商制节目 这样的一群人到底是怎样的人 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同类呢 这也是我们组织社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我们一边组织 一边跟大家一起来寻找答案 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发现这个答案 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点击会员中心加入我们 已经有一千多个小伙伴了 还在不断增加 再次感谢所有赞助过我们的小伙伴